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 政府积极推动双语教学 希望在2030年 让台湾成为中英定重的双语国家 推出利多政策 吸引外国教师来台 魏洛斯来自美国超人的顾虾 拥有教师资格的他 曾在台湾的大学高中小学担任教职 魏洛斯目前在高职教授英文 对于课程的规划相当重视实务学习 提供学生进入职场前做准备 我认为这些学生必须在三年或四年 或当我们在学校或学校 我们需要他们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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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次开始思考重新调整脚步 毅然决然地放下一切 搬回台湾 我妻子可能比较难 她是变成了反应文化 这也比较多的国家 这也比较多的时间 也比较多的时间 一件事是台湾的事 是一件事是台湾的事 而一件事是一件事是一件事 所以最多的事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这是一件事的地方 是一件事的地方 也期待有更多外國朋友加入 感受台灣之美 幫助台灣的學生接軌國際